東歐國家斯洛伐克最近通過法律宣佈前哲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是犯罪組織 同時在公共場合禁止共產主義及納水法西斯標誌 繼烏克蘭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及波蘭等國後 斯洛伐克成為另一個採取類似行動的東歐國家 斯洛伐克議會11月4日通過一項法律修正案 宣布由1948年至1990年執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及在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分佈是犯罪組織 因為有關組織在執政期間曾鎮壓公民社會及限制民眾自由 曾出現共產政權的多個東歐國家 分別根據各自國情及歷史採取各種方式紛紛清除共產主義色彩 並以立法形式在公共場所禁止共產主義標誌 回顧過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建立時 受共產國際及莫斯科政府操控 故此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同樣亦與政治迫害及血腥鎮壓事件有密切關聯 有當地學者說,前蘇聯軍對當年暴力鎮壓布拉格之春 令很多年輕人喪生 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對民間及知識分子的迫害更變本皆厲 兩國人民至今亦無法忘記當時共產黨的所作所為 這些都導致今日捷克斯洛伐克很多政治力量 堅定支持清算共產主義的活動 時燈 機閃 機閃 機閃